病毒吸引心肌炎 也是根据它的临床反应情况有差别 那么轻症的话 它可能病人感觉甚至没有任何症状 那么有的人的话 可能会出现觉得心慌呀胸闷呀 稍微有点不舒服 那么对于这种轻症的患者 病人可以我们建议卧床休息 半个月 那么三个月内都是限制重体力活动 那么在这个期间 酌症使用一些改善心肌代谢的药物 那么对于重型患者 那么病人一发病 就是一个重度的心衰 或者重度的心圆性休克 甚至心跳奏停 甚至抢救过来的 那么这种病人的话 可能病免就比较重 那么甚至有危及生命的风险 那么这种病人治疗的时候 更应该强化卧床休息 卧床休息一到三个月